中國現在這個一方面打貪腐 你們憑什麼 你作為一個央行 憑什麼那麼有錢 你作為一個央行的這個行長 憑什麼讓你兒子在國外一出手 買的是七億的豪宅 這中間肯定是有一個貪腐的狀況 好 這個有權有權的人 拚命把錢搬出去 在國內呢 爛尾樓這麼多 要救爛尾 恐怕要花四兆 最近這件事情 真的是誇張了 中國有一個學生叫周天宇 他在溫哥華 這個買的叫別墅嗎 先跟各位說 這個幾乎是博物館等級了 惠民姐你知道這房子幾坪嗎 兩千一百坪 兩間一百坪 裡面有五間的臥室 有八間的浴室 還有健身房 還有游泳池 重點是前屋主還幫他留下了 一個百年的圖書館 裡面有私人的 就是我們看那種英國片沒有 你要爬樓梯上去那種高高的 那種圖書館 他花多少錢 花了整個臺幣接近八億 一億六千萬的一個人民幣 大家說這個周天宇 到底是哪邊來的有錢人家 結果網上一查真好笑 他們家是中國出名的 他的爺爺叫周建南 承認中機公部的一個部長 父親叫周小川 承認央行的一個行長 現在跟各位談一下周小川 這件事情很大 當初整個江澤民 把整個所有的國家交給了 所謂的胡錦濤的時候 他軍權沒有交 他說我們現在 我還要當所謂的太上皇 所以軍權不交出去對不對 所以最早交出去 他們就說 我們要能夠連結就連結 所以周小川 二零零二年到二零一六年 他當中國人行行長 而且他是出了名 他是說我是不貪污的 那各位不貪污 他的兒子去買之前 那錢從哪來的 我就問各位 他不貪污 那錢從哪來的 所以最近周天宇 受封是加拿大最土豪的一個學生 我比較像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那時候同磁級的央行總裁 叫彭懷南 彭懷南退休之後 有一次他在一個慈善的基金會演講 當天我有去 彭懷南說 我的薪水是正部級的一個薪水 我在大安森林公園旁邊 過去花了大概接近兩百萬 買了一間公寓 然後我把我兩個小孩 栽培到大學畢業 我目前退休金 我就要安安穩過日子 很多人早上在整個大安森林公園運動 都還有碰到彭總裁 我們的總裁是這樣 然後人家各位 央行總裁可以買八億號財 我們再看另外一件事情 野村證券 野村證券最近這份資料 可以說是洩漏了中國的一個機密 發生什麼事 日本野村說 目前中國約有兩千萬套 未完工的一個預售屋 那這兩千萬套可就麻煩了 最近碧桂園問題太大 所以碧桂園 目前中國已經拍板 碧桂園退場 中國平安保險下去做整個接刀俠 接盤俠就把他給接起來了 可是恆大現在找人接 碧桂園現在找人接 結果後面這個洞 單單目前全中國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爛尾樓 還是碧桂園的二十倍 單單讓這些完工需要三兆兩千億的 整個人民幣 這個要怎麼辦 這個要怎麼辦的時候 沒有辦法 所以中國現在他們就大撒幣 撒幣怎麼撒呢 我很少看見 各位都曉得 習近平其實很少會親自出手 但這是習近平去看完的人行之後 他就說我們先發一兆的 整個所謂的公債來做救世的一個動作 救世完之後後面又說這樣不太夠 我們現在要發一個一兆的 特殊融通基金 各位注意 這兩個一兆是不一樣的 一兆是公債 刺激經濟 另外這一兆 他是所謂的特殊融通 那為什麼要特殊融通 低利率 然後把它放出去 那放出去之後 他們說認為有沒有辦法來救整個房地產 目前來看可能是還沒有辦法 為什麼 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叫通縮 什麼叫通縮 過去九尖十元 現在是吃大甲蟹的時間 過去中國有錢 大家都在吃大甲蟹 今年大甲蟹丟在路邊都沒人要 崩盤 那崩盤現在大甲蟹崩盤 豬肉崩盤 餐廳崩盤 實體經濟也在崩盤 所以中國通縮的狀況 是非常明顯的 這是第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 中國不管是在所謂的天津 北京上海 最重要的叫學區房 為什麼叫學區房 中國的戶口不能移動 所以你必須要在學區房 有防止你的小孩 才能夠在這個學校能夠讀書 這是中國非常嚴厲的 一個所謂的戶口移動的一個政策 但最近連學區房都崩盤 上海最頂尖的這個叫梅園市街 從每平方米十八萬 腰斬到每平方米九萬五千塊 成交價一口氣跌了三百萬 跌不打緊 現在還沒人要 為什麼呢 重點是沒小孩 最後我用我們朋友 在中國開補習班的例子 我朋友在台灣這樣玩玩玩 打高爾夫球已經打兩年了 最近我就問他說 你像到底要不要回去 他就說人家習近平 就不給我們開補習班 我們兩年前逃了回來 到現在補習班這個禁令 說不開就不開 所以在中國做生意 你要很小心 你做得很好的時候 有天長官跟你說 不錯了 你把花快快 你就要回來了 逃得回來算是不錯的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中國現在有事照來救爛尾樓嗎 有人提出一個主意了 鄭浩 現在主意叫做什麼 我們來開放農民工 有三億人進場買房 你說好不好 對 你可以知道 中國現在官僚 到底距離一般人民有多遠 這個提議的人並不是小咖 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 副主席楊偉銘 他公開說 既然要救爛尾樓 爛尾樓簡單罵 我們就叫農民工來買房 我們有三億農民工 一人買一棟 房子還不夠他們買 講完後被大家罵翻了 農民工一 第一個我坦白講 農民工現在大部分都住宿的 對不對 沒錯 像譬如我做種田的好了 種田的其實坦白講 他們三代同堂 住的不見得好 那也不見得是高樓大廈 可是我總是有住的 我才一直去種田 那我去鄉下打工 我去外面打工 我也是有住的 這第一個 其實他們並不是現在鋼虛 鋼虛是年輕小夫妻 要搬出去那種 第二個他們真的收入很差 真的很慘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 雄安心虛的老人家 這畫面我坦白講 我看了我眼淚會流出來 你看這老人家 他的右手是斷掉 你看他搬磚頭 他只拿左手一隻手來搬 他每一天他七十多歲 你不要看他很硬 他七十多歲 他搬磚頭 他每天工作 不是只有從左邊搬到右邊 他是要搬到車上之後 還要推車把這個磚頭 推到工地的定點 推到工地的定點 然後你看旁邊人跟他互動 其他很開朗 他也覺得OK 可是問題是 每一人就問他說 爺爺你一天大概賺多少錢 他說沒有 我一天大概賺幾十塊錢 幾十塊人民幣 幾十塊人民幣 就兩百塊三百塊台幣而已 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 那他為什麼七十幾歲還要這樣子 原因很簡單 我不工作就沒有東西吃 我一天就穿幾 你看他推車那個樣子 我坦白講他是很樂觀 他是很硬 可是你能不能想像 如果有一天他生病怎麼辦 他總有百姆東一天 那誰來照顧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老奶奶 他浙江的老奶奶 我們給大家看下個畫面 這個浙江老奶奶 更誇張他已經七八十歲 然後他每一天工作就是這個 他這個是門把塑膠的門把 塑膠門把上面不是都有附螺絲嗎 他每一天把這螺絲先轉進去 然後就有人去問老奶奶說 老奶奶你工作時間多長 早上七點到晚上六點十一個小時 大概鎖兩千四百個門把 可以賺多少錢 大家聽清楚 十一點五塊人民幣 一天就賺十一點五塊人民幣 所以這些農民工我想請問 他一天賺十一點五塊人民幣 換算台幣就是五六十塊 你有可能叫他們去買房子嗎 這多麼荒唐的狀況 更荒唐的事情是 你知道為什麼會講出這種話嗎 原因很簡單 中國官方統計2022年的農民工 是兩億九千五百六十二萬 就是三億的沒錯 然後他們平均月收多少錢 中國官方說四千六百塊 我們剛剛講幾十塊的 剛剛講說這個一天賺十一塊 對不對 這些人請問有到四千六百塊人民幣嗎 四千六百塊人民幣 中國大學生應接畢業 他們算是五千八百塊 怎麼可能農民工 他們幾乎跟大學生差不多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脫貧 所以脫貧所有計算基準 都要在習近平說脫貧標準 往上計 所以上面那些官員 也沒有看過這些視頻 他就看 月收四千六百多塊 一年可以賺五六萬塊 所以買得起房子 叫他們去買 這是很荒唐的一個結構 更荒唐的事情是什麼 今年三月開始 中國各大城市都有講什麼 清退令 什麼叫清退令呢 六十歲以上男生 五十歲以上女生 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 不能去做建築工作 聽起來也對啊 合理啊 你年紀那麼大 做建築工作很危險啊 男生那麼年紀那麼輕 做建築工作很危險啊 可是我們在看 剛剛那個手斷掉 其實其實是阿伯 對 他只有一隻手 對啊 這也是在建築工地的工作 對啊 他能不做 早就不做 需要你提醒嗎 你知道這個清退令 一出來會發生什麼事 公投跟阿伯講 不好意思 你是黑公 我聘用你會有危險 會有風險 可能會被開罰 所以未來的原本你一天一百塊 我只能用七十塊聘你 更慘嘛 事實上是這樣 所以你看看中國各地 所有的決策 就在錯誤的資訊下 做出錯誤的決策 所以這個國家坦白講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畸形的 習近平長久執政下去 這種東西一定會越來越多